我们以前都要经历些什么 首先呢就必须是起头 这个是孙然家的洗发水 特别好用 长头发的 我都长了好多小绒毛了 非常dice 然后就洗完啦 然后再带个小美瞳 然后在化妆之前要上水乳 这个水乳也挺好用的 然后就是用这个隔离 这个喷雾隔离很搞笑的 我刚开始不太会用 喷的满头都是 后面我就发现这正是个神器啊 喷脸上喷身上都特别好用 这个遮瑕暗层的好厉害 还不推荐 然后用纸巾把水分给吸干 就可以上脸了 照例还是用棕色的眼影画眉毛 因为我头发是棕色的嘛 然后再带一下卧蝉 你们看是不是对比超明显 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再用白色的画那个卧蝉 亮一点的部分 就卧蝉就完成了 然后再带一下下眼影的 今天用的是这两只 曼野家的眼线叶笔 特别好用 出水很流畅 而且很细 重点是很细 它可以用来画下眼线 还有下眼睫毛都是非常nice的 然后我习惯把中间给填圆 这样子会让眼睛看起来圆溜溜的 你们看对比是不是很明显 因为我的双眼皮拿失败了 所以每次都必须得要画眼线 这个睫毛打底是能够滋养睫毛 增长睫毛的 里面还有些纤维 里面还有些纤维 然后呢再用这个上一下 晒红 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每次化的妆 都差不多 我鼻音也是老规矩啊 然后要扫一点在人中啊下巴就会显得中停缩短 然后还有中间眼头不灵不灵的 会让眼睛看起来眼间距缩短 然后我就开始摇起来了 因为我化妆的时候也听着这首歌 你知道吗 真的好开心哦 然后就是化下眼睫毛了 这首歌是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别人乐队唱的 那时候我们乐队和别人乐队一起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你知道全场的女生都沸腾了吗 听到这 哦这个那时候我脚半倒了打光灯 然后整个都按下来 我都懵了 后面我又插起来了 又像没事人一样了 最近刚打完水光针呀 我终于可以化妆了 所以我难免有些激动 这个水光针打了真的感觉重回18岁 虽然我也是19岁了 没差多少了 这个是跟刚才洗头发一套的 它喷了也可以长头发 然后就整个头皮都喷 像个疯婆子一样 我每次洗完头就不吹 然后就开始马上化妆 因为我时间赶紧嘛 然后再用这个剪一些刘海 毕竟要出门对吧 出门约会什么的 当然要搞得精致一点了 一点砸毛也不能有不允许 然后就开始变身了 其实你说女生出门真的要这么久吗 是的真的要这么久 我真的起码 再加上拍视频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吧 感觉女生出门挺不容易的 男生们你们如果看到女生 轻轻打扮了 请你们一定要好好就是对待女生的 请她们多出去溜达溜达 不要嫌女孩子累 这是第一个发型 然后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发型好呢 还是第二个发型好 当然这是第二个发型 双马尾YYDS 就是男生如果看到女生打扮得精心亮丽的出来 你千万不要嫌她走路累 你一定要带她都去逛逛街逛逛商场 看看电影吃饭什么的 什么都要带她去 好吧 女生是不怕累的 逛起街来更是像 更是像有动机一样 男生们一定要珍惜 那个愿意跟你出来 大热天还愿意跟你出来的女生 因为女生都很懒 大家帮我选个包吧 出门 是这第一个包好呢 还是这第二个包好 喜欢第一个勤口一 喜欢第二个勤口二 猜猜我最后决定背哪个出去呢 出门一定要喷香水啊 精气猪猪girl必备 好吧 香水十斤了喷 也没有十斤喷了 喷三下撑死了够了 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太香了 差不多好了 我们来看变身吧 照例啊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不不不不 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哦 记得点赞加关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咱们下期再见